许花片片飞落堆成绵绵小冰山 淋上炼乳接着是重头戏 用线切芒果块围成一圈 最后加一球冰球鳞摆盘后上桌 像这样一碗芒果冰至少用掉半颗的芒果 以店家假日来说一天可以卖到一百碗 等于说一天至少要耗费五十颗芒果 明年夏天吃冰客人多 尤其芒果口味酸酸甜甜最受欢迎 但无奈今年碰上芒果减产 价格跟着往上标 就拿冰店爱玩芒果 进货价来说十台金重 一箱逼近八百元 成本比去年同期高出一倍 而且有钱还不见得买得到 像大概上个礼拜的时候 因为天气比较热 那这部分就是那天 大概就爆了大概一百多碗的冰 因为就是突然新鲜芒果部分可能就不够 那我们就会临时去我们后面冷冻 我们都有放冷冻的芒果 那它口感可能跟新鲜上面会有落差 芒果不够贩 店家拿冷冻库存先应急 再看看果菜市场卖的爱文芒果 品质好一点的 每公斤逼近两百五十元 芒果量少价高 追溯上游供应链 一颗颗芒果包装出货 台东顶级下雪芒果 一公斤可以卖到三百六十元 比起以往售价涨破一成 但果农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今年因为遇到那个过年前后的降雨 跟低温 所以它普遍的 桌果状况都很差 产量大概只有原本的三成 天气因素导致芒果减产七成量一下子降太多 价格跟着水涨船高 今年想吃芒果的民众 可得多掏钱 今天新闻吴亚廷彭之华王淑芬 采访报道